奥沙利文屡屡在关键时刻给塞尔比送礼 却遭遇对手的疯狂丝魔与鞭挞 最后疯狂挥甘 宣洁自己一枪怒气 可塞尔不然而没想到 自己这一折腾 会逼出超神级的奥沙利文 一开甘 双方就各种采钢丝 火药味十足 但火箭 压根就不打算给塞大视魔的机会 凭借这杆炸裂圆台 稳稳上手 我们换个角度 再看一遍 真的自信满分 疯狂十足啊 然后是咖啡球过度 把白球碾回台面中部 中带红球调校好 自己白球舒适的角度 果敢无比地炸开红球 从这样的比赛节奏 大家读懂了它必胜的决心 白球又是一波轻松的收割 几乎毫无压力地回到台面底部 围绕着黑球 疯狂拿分 单干65分后 也迎来了自己的超分红球 没错 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句比赛 没悬念了 剩下就看 奥沙利文还愿意拿多少分了 光吃完红球就够它轻松破摆了 173分 我说他可以磨三摸 174分 在半个人的一分钟 断下 第3分钟 第4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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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88 这枕枕是美丽的 真的有 95 96 没错 当台面还胜利能求是 他已来到单单103年 但博老师也难得 享受这样的比赛专注 他在今年世界军军中11万 完美实现一单清台 保持住自己一往无前的零力杀起 若这一局的追赶是前奏曲的话 第32局的狙击 那就更像一场梦幻大戏 萨尔比才刚开杆 奥沙利文就直接把他奔在观众席了 自信十足的一杆精准远台上手 换谁也没脾气 更可怕的是 进入超神末时的他 在这关键一局上 还格外谨慎与专注 他几乎把外围红球轻脚的干干净净 才轰出自己的这一杆炸球 没错 他又一次开启了 自己的无敌模式 44 45 51 单杆52 本来这角度向下的篮球 若按奥沙利文一贯的习惯 他会很果决地去轰炸这红球堆 但这一次 他把自己的冲动扼杀在萌芽里 稳妥至上 把球权死死拽在自己手里 就是不给任何机会让塞尔比登台 赛大师 可无奈啊 这什么人啊 好不容易挣回来的双赛点 就这么被他打没了 自己还没半点反抗的余地 利用这笔来飞球 奥沙利文配出了最关键的红球 然后迎来了自己的超分篮球 顺带开启自己的推育机模式 以赛已失去了悬念 这是什么他做的 Rony O'Sullivan 71 赛尔比还是不甘心啊 但这一干防守 直接就送机会 火箭稳稳拿下上手红球 这一干彩球击打难度不小啊 若换赛尔比 绝对是白球贴黄球了 但看看人家傲杀利文了 才不跟你摸鸡呢 直接把他往底带一轰 又是一杆自带导航的神仙一击 超分优势瞬间扩大到15分了 这样的话 哪怕这红球不进 赛尔比也不纠缠了 把自己的精力留在最后 决胜局的摸杀 老规矩 开竿救下诱饵 就问你赶不赶攻 赛尔比 掂量自己那几把刷子 忍住进攻的冲动 白球沉底 防守继续 要PK防守 傲杀利文 也真没怕过谁 那就来吧 白球藏黑球身后 真是一身胆气啊 赛尔比 贴球反击 这一单赛尔比露远台机会了 火箭果断上手 白球立定 红球入带 全场掌声响起 赛尔比的脸色 也瞬间变得难看无比 顶着难度把库边红球收入囊中 傲杀利文又霸气迎来自前面的时刻 这一杆抵带黑球 他可以尝试博弈把了K1K拿红球队 漂亮 13红球萨满台 除粉球之外 几乎所有彩球都归于各自领位 他很有机会一杆就绝杀比赛 比赛 真的真正真 这个巨大的问题 此时此刻 应该不停晃荡在萨比忧郁的眼神 延长是奥沙利文这白球 又一次轻松回到台面底部 围绕黑球一番攻城掠地 40 41 萨尔比的嘴角开始不停抽搐了 每每听到奥沙利文那清却的球落带响声 萨尔比真的很憋屈 这连续的三局比赛 他几乎没有一丝反抗的情绪 难不成他几乎倒嘴的胜利 就这样远离他而去 单杆64分的奥沙利文 也迎来了自己关键红球 只要再吃下一红加一彩球 他就能实现超分 锁定胜利 但要命时刻 他留给了萨尔比最后 证明自己的机会 赛尔比也没让对手失望 撵着白球 轻松收下台面四红球 关键时刻 还顶住压力 K活了这酷边红球 比赛局势 似乎发生了巨大反转 考验他进攻橙色的时刻到了 台面就剩二红球了 他还落后34分 但所有的彩球都在各自点位上 只要他能做到连贯得分 并一赶清台的话 他就可以一杆制胜 让奥沙利文之前的所有努力 化为乌有 哎呀 撞到篮球了 也与他的心中预期的位置 出现了偏差 虽然这一杆彩球没问题 但接下来的下一杆红球 可不好把握了 但是以至此 他也只能把比赛局面 往最好的方向去努力了 白球两裤 还是未能K出红球 他只能防守了 红球贴裤 白球绕两裤 斯诺克走起 这一杆 奥沙利文解的也很精彩 塞尔比又一杆斯诺克 火辣送上 火箭再次本色发挥 大力挥杆 白球 晃晃滑翔 走向台面顶部 红球 各种游走拳台 这样的大开大合的掌控 也细腻微操 让人无法相信 这真的是人力所谓 哪怕是虚拟的游戏世界人 你估计也难以如此完美掌控 能把解斯诺克耍成如此 唯有他一人而已 稍稍比划后 他同样那天的轰出 另一杆反制 同样地将解斯诺克 把握作强 面对这样的对手 奥沙利文也忍不住敲台之劲 但也点燃了他的好胜心 反制 继续 没错 再次将解斯诺克 做成斯诺克 这样精彩的决胜局 所有观众 一生难忘啊 塞尔比 在脑海中 不断模拟着各种解决方案 但似乎都不太保险 这不是很容易 从马斯尔比 整整思考了86秒后 他竟用着测悬球破检 但也露出机会 奥沙利文机会球 他没让机会错失 然后吃下底带黄球 一举进入青彩阶段 哪怕粉球不进 但丝毫不影响那疯狂三连变 霸气获得决赛资本 并最终18比8赢下9个 获得了自己的第六座世锦赛冠军